我們看你的意思 他說一對長L 且帶等量電盒的金屬板 那麼他中間的電場也是給你11 今將質量m 那個電量1的電子 以速度v這樣射進來 這個電子在電場中運動的時間又難 我們知道水平方向等速運動嗎 所以他所放的時間t 等於水平距離 它處理多少呢 它是水平速度 所以它是L處理v 第二小題 他說 恰江離開電場 第二小題 電場中的軌跡為何 自拋位線 因為他水平方向等速運動 所以我們知道x 是等於vt vt 這個t跟這個t不一樣 這個s等於vt 這個t是離開板面的時間 這個t是在中間的時間 然後它外方向的話 是什麼呢 是等加速運動 它電場往上 因為它是電子 所以電力是往下 所以它y 是等於多少呢 二分之一 a a 我用負 負的行 因為它是往下 負的一一 除了m at平方 t平方 那我現在把t給代掉 所以得到什麼呢 得到power線軌跡 1分之1 m分之負的一一 那乘以多少呢 乘以v分之x的平方 這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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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是一個power線 y等於a x平方 所以第二小題是一個power線 再我們看第三小題 恰將離開電場使的側位移 恰將離開電場使的側位移 你可以把t帶進來 t帶進來 就帶這個t 所以這個時候側位移比較低 這等於 負的2分之1 m分之1 l除以v 的平方 這是它的側位移 那負的代表它是往下 往下 我們點它取決類詞 它取決類詞 所以就等到什麼 2m v平方 是 11 l平方 好 再我們看第四小題 第四小題 他說 恰將離開電場使的運動方向 與原路設方向加強 他這樣進來的話 一開始從這裡做抛體運動 他出來以後他要左直線 我們先來看看他的速度的側位移 我們知道水與方向速度是不一樣 水與方向速度是v 那牽子方向速度多少 這是vy 等於at 等於at at l現在是等於 戶的多少 戶的1 1 xm xm 乘以 x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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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i x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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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把它取緩三角函數 攝帶點多少 我們看第五 在電場中所獲的動能 因為它水平方向輸入沒有變 所以它獲得的動能 是Y方向的動能 就是ΔEK ΔEK 實際上是等於 1分之1多少 MVY平方 VY就是這個 所以是2分之1 M 乘以多少 MVEL平方 所以這個就等於多少 等於 這是2M 這M去消掉一個 這平方 這一次方 消掉一個 MV平方 E平方 E平方 L平方 2MV平方 是E平方 大一平方 L平方 2MV平方 3MV平方 2MV平方 1MV平方 2MV平方 1MV平方